823水災 岐山香蕉园统统泡在水里 香蕉整串插进烂泥 连香蕉树都拦药折断 损失实在好高 好几个月过去高雄岐山美农 就有农民抱怨 补助标准实在太高 补不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就是香蕉一般在经过水災浸泡以后 20天左右 整株它才会产生黄叶的现象 原来没落过 没有烂掉就不补助 但果树泡水花蕊受损 一样无法结果 甚至为了抵制豪华农舍 限制两分半以下农地 不能盖农舍 反而害到真农民 农积具该放哪 农民彻底寒心 掀起倒戈潮 纷纷从绿转栏 要挺韩国瑜 当然韩国瑜要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看看要想办法 帮我们农民救起来 要不然要带到 X15要带我们带到哪里去 要带不出去 真的好生气 下一代回来接手农地 看着满地收成的大黄瓜 品相算漂亮 却宁愿当报废物处理 在以前贵的时候 这很像菜土菜金都是很贵的 现在简直就是说 送人简直就是没人要了 送人吃不然就是 自己要当肥料这样子 农民越重越灰心 看天吃饭 却要有强大领导者 带领大家抢订单 从年初的香蕉叠价 凤梨滋销到823水灾 一连串打击让农民已经无法坚持 香蕉很便宜 我也有种香蕉 其实现在很便宜 都没有工钱 现在要请工人工作一天 一天五要了 前民进党黑派大佬罗赵宏 表态力挺韩国瑜 政府忙选举农民只想够办斗 把这点心愿 既放在韩国瑜身上 全力支持 杰成生意 SM小组高修报道